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连串令人兴奋的话题要讨论 首先 我们会探讨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 以及高盛突然预测美国衰退的可能性 还有巴菲特对日股的最新动作 接着 我们会深入中国三中全会的结束 看看这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会谈到电商巨头们在美国市场上的博弈 特别是Timmy和亚马逊之间的竞争 这些跨境电商是如何挑战美国市场的 同时也会探讨云计算和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动态 最后 我们会转向美国政治 讨论哈里斯的副总统候选人选择 以及他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还有 全球各国对中国关税的反应 这些政策是否会引领全球化的新阶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容错过哦 谁也说 全球股市 为何崩了 高尚突然大幅上调 美国随退概率25% 巴菲特再次拧报日股 七姐妹超十年最大跌幅 英伟达都撑不住了 思想先是报Taps 也因此那短道谈到三中全会结束 现在怎么办 中国经济未来之路 华尔街现场Taps 10 比尔斯比布尔夫7NC each 麻婆豆腐说 电商的美国游戏 游戏里的中国玩家 QQ.com HTTPS NP Wixen QQ.com SJ8LRNPCN9 Code to Ameloby 文章很常分析提灭这种跨境电商 和美国社会结构对这种卷出来的企业 进一步拓展美国业务的挑战 海牙说 美国市场直接放弃就好了 别想太多 中国养出的股 在欧美基本活不下去 Fly100说 亚马逊不救是美国最卷的企业 只有它在周末和晚上都在送货 但是亚马逊电商的利润很低 这个也让它不停地寻求高利润业务 比如云计算 微软和谷歌 在云计算上本来更有实力 但是他们这个落后于亚马逊 是因为微软的软件和谷歌的广告利润率太大了 没有动力去搞利润低一些的云计算 海牙说 因为亚马逊在商品流通链上的数据更全面 Fly100说 亚马逊零售模式很重 自营仓库和快递成本很大 PDD崛起在两个方面都很重要 一个是它对于生产端的挖掘 另一个是创造性的搞通过社交媒体拉用户 第二个也是得益于跟腾讯的合作 我没找过数据 但我猜它的获得用户成本应该是创纪录的低 这个博客节目非常好的介绍PDD 支持人还很幽默 他们风格都是从介绍创始人生长经历开始 这个节目播出时候还没有听名 不过当时主持人就说认为拼多多团队不会停下的 可能突然就会拿出另一个大产品 麻婆豆腐说 云计算是亚马逊发明的 微软和Google只是追赶者 不是利润率的问题 云计算利润里很不错的 至少AWS不错 国内的云就是赔本转吆喝卷吗 Fly100说 云计算利润率很好 但是谷歌的广告的利润就像在吸毒 海牙说 基础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区别 估计AI也会是类似的情况 建好了模型 可以躺着赚钱 Fly100说 嗯 我也觉着最终还是应用赚钱 向斯科刚开始是最牛的 但后面就让位给谷歌牙虎脸书 不过看到台积电利润率有40% 也是挺刷新认知的 谁说波兰 哈里斯为何看中他做副总统候选人 发家时好莱坞电影剧本 他四项新直播 而肯定期刷新认知的投票 而这个肯定的肯定反映 可能提升其吸引力 从而肯定反映 正在中国肯定提升 时间为思考斯洛菲夫 中国在前桌 是不同的的核心地位 B.H.O.S.S.K.E. 阿里斯是否能够重塑 美国外交政策 拜登的外交政策带有 冷战时期的影子 仿佛是那种老式唱片播放的 时代 深刻美国20240-807 他去拆取 BCNLCWB Toyabit 一期习近平的三冬成会 对中国有何规划 华尔街现场 TOP7 B.H.O.S.K.E. W.N.U.A. 麻婆豆腐 说 美国 欧洲和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的关税 可能有助于引领全球化的 下一个阶段 尽管关税是一种昂贵 且效率低下的政策 有时会适得其反 但无疑为全球南方 甚至美国及欧洲自己 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关税是一种外部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不无弊 海牙说 全球南方也未必欢迎 压眼睛转动的脸 HTTPS KAM 2% Find a niche to impose import Tarifs on Chinese goods 20240 630 2F7 除非南方国家不想发展制造业 否则必然会抵制中国制造 而且比欧美抵制得更厉害 明哲说 这个是一直以来的态度 尤其是东南亚大国 印尼一直对中国出口原产的 正负米总是故意挑三减四 谁说能抵制尽量抵制 不要客气 每个国家内有一定的工业地点 对于中国而言也会形成改变 麻婆豆腐说 全球南方无疑会欢迎 中国转移生产能力和技术 谁说只要不发生战争 和平的招数怎么玩都可以 实在中国独大不好 麻婆豆腐说 就像当年美欧转移到日韩 然后亚洲四小龙 中国 东南亚世界就慢慢拉平了 谁也说中国企业家 引在移民到更多国家 是啊 这就是我的理想 我平时保持与年轻人 主要是专业人士讨论 他们的眼睛就是如此 麻婆豆腐说 全球不欢迎中国的大规模出口 谁也说人党就党 未来的趋势更加多元 中国的制造业走向尖端 传统的已经位移到 孟加拉 罗西哥 巴西 接着过 我一位朋友是川粉 在孟加拉来了十几年 就是从事制造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对我来说不错的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